这次时装周是小薇的第一次走秀,她内心还是有点小紧张 这时,琳达来鼓励小薇了,琳达表示自己很看好小薇 小薇向旁人打听到琳达是时尚圈的金牌经纪人 观音姐吩咐琳达今晚一定要搞定黎若生 随后,琳达主动去搭讪黎若生 可黎若生的心思都在欧可欣身上 她看着沐青和欧可欣的甜蜜互动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黎若生起身离开了走秀现场,而琳达也跟着黎若生出去了 琳达主动和黎若生介绍自己,可黎若生却拿丝巾包住了琳达的手腕 这时,琳达的一堆姐妹也来了,黎若生带着她们一起去玩了 走秀结束后,小薇似乎觉察到琳达有些不对劲,于是她打车跟上了琳达她们 琳达带黎若生来到了自己的地盘,这里有许多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吸毒 而琳达也带黎若生去品尝最新的毒品 小薇一直跟踪着琳达,小薇发现住宅高处貌似有人要坠楼,于是她立即就报警了 警察逮捕了琳达这里大批的吸毒男女,而琳达和黎若生已经已经楼梯处逃跑了 可是警察包围了整座大楼,黎若生灵机移动带琳达躲进了垃圾桶里 他们暂时躲过了警察的搜索,之后 木青装扮成清洁工将装有黎若生和琳达的垃圾桶带走了 荣耀在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木青的举动 但是他并没有拆穿,而是放走了木青他们 琳达在见到木青时很是震惊,原来他们之前就互相认识 木青带黎若生和琳达躲进了欧可欣的工作室 琳达感谢木青又一次救了他,木青说自己本意只是为了救他兄弟 黎若生询问木青和琳达之间的故事,木青说琳达以前叫刘青青 那时候,琳达被一群流氓逼迫服用毒品 木青正好撞见了这个场面,然后他出手救了琳达 他还特意嘱咐琳达以后千万不能碰毒品 这时,浴室内的琳达开始眼神迷离,难以站稳 原来是琳达的毒瘾犯了,琳达赶忙从自己包内掏出毒品进行吸食 荣耀正打算要吃泡面时,李一蒙来了 原来李一蒙故意和赵然换了值班时间,李一蒙暗讽吃泡面的多种弊端 荣耀终于妥协和李一蒙一起吃饭 李一蒙说饭菜是他亲自做的,荣耀夸赞李一蒙手艺不错 李一蒙感谢荣耀救出了他的师父赵南 同时他还为自己之前无礼的行为向荣耀道歉 荣耀表示这一切都是他该做的 穆青一大早就出去了,黎若生在给大家做早餐 欧可欣在垃圾桶里发现了琳达昨晚的吸毒工具 欧可欣夸赞黎若生早餐做的不错 这时,琳达来了,琳达说他现在就要离开 欧可欣说现在穆青不在,让琳达独自一个人走 大家都不放心 欧可欣说他能够看出来琳达有心事 琳达表示穆青从头到尾都不该救自己 他说自己就是愿意自甘堕落 欧可欣说他可以帮助琳达 但琳达表示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刘局建议荣耀不要过于心急 他说荣耀有事还可以和队友们商量 但穆青则经常处境艰难,孤立无援 所以荣耀只有和穆青好好配合,才能抓住幽灵 随后,刘局打电话告诉穆青 昨晚抓的吸毒人士们都招供琳达是幕后使者 欧可欣在楼底等穆青 他说自己今天费了好大劲才将琳达留下来 他还将琳达的吸毒工具交给了穆青 穆青回忆起自己当初救琳达的场景 他当初特意嘱咐琳达不要沾染毒品 可琳达还是走了这条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